到日本访问的首相敦马哈迪 今天正式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 两人除了承诺要加强双边关系之外 敦马也和安倍谈到了大马国债的问题 敦马说他向安倍要求 希望日本提供大马日元信贷 协助我国解决国债问题 敦马还说有了日元信贷之后 政府就可以利用日本提供给我国的低息贷款 取代某些国家提供给我国的高利息贷款 敦马说他当年掌权时 日本提供给我国的贷款 利息只有0.7% 但目前其他国家给我国的借贷利息 却高达6% 甚至还必须付上10%的中介费 造成借贷成本很高 如果日本提供大马日元信贷 我国将成为日本企业的良好市场 也有助于吸引日本企业到我国投资 不管怎样安倍已经表示 会考虑我国的这项要求 除了经济 马日两国也同意在国防上深化合作 敦马还说 如今他重新掌权 希望重启向东学习政策 而安倍则是感谢我国重启向东学习 他承诺日本将透过这项政策 在教育 人力资源 发展建设和科技领域 协助我国 让两国关系迈入新篇章 NTV7综合报道 我听你有一个小事 这次我们就会让两个小事 不到吧 好 现在刚才能够做过这项子 我最后一项才能够做过这个项子 如果能够做过这项勺子 就感到有多项目的 就是一个小事 好